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中江 年金改革情势似乎变得凶险 网络流传总统府前放了机枪 不排除开枪对付反对年金改革的民众 那么戒严白色恐怖又来了 总统府已经回应这是恶意谣言 警方也成立了专案小组调查 到底是谁 企图制造恐慌 制造社会的对立与仇恨 唯恐天下不乱 而年金改革国事会议地点 一改再改 现在改到总统府 当天又有其他团体的活动 那反改人士会有所顾忌吗 而国民党说最大强度的抗争 是会冲突到什么程度 那为什么不能到会议上去反应 那年改付招0万亿 今天要到立法院沟通 传出版本 不会太早提出了 那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继续让社会继续的猜疑 跟不安吗 另外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周刊报道 红秀柱要打一场庶民和权贵之争 国民党内还要分阶级吗 而且是颠覆传统的印象 深蓝变庶民 本土变权贵吗 下面一题我们继续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 民进党发言人黄世卓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冲会副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伟中 中将好 大家午安 资深媒体人陈金兰 大家好 好 先来看网路疯传 好恐怖的民进党政府 呈抗太激烈 政府不排除开枪 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 气到痛批 这是畜生的行为 来看VCR 总统府前宪兵 手上拿的T9-1步枪 全面升级 加装格斗势必火照 直立式握把 还有夜间射击的枪灯 红外线瞄准性 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其实整个卫戍区 四个宪兵营都加强设备 要反制中国可能发动的 对台战手战 卫戍总统府的这些宪兵 他们在用枪实际上 他其实有标准的程序 那这程序多年来都是一样的 大概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非以开枪 而不能阻止 这个危安状况的话 那那个时候是用枪实际 那另外是 如果是对个人的生命安全 已经造成了非常紧急的 这样的威胁的时候 那那是开枪实际 不过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 这句话却被有心人截图 断章取义 和年金改革扯在一起 在网路上疯传 劈头就说 好恐怖的民进党政府 上街城抗在总统府前放机枪 太激烈不排除开枪 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又来了 还说继续绝食的话 年金坎得更凶 要民众用选票推翻民进党政权 没想到这段话 让平时温文儒雅的黄崇燕 勃然大怒 在脸书回击 这根本是畜生行为 被他抓到就要倒大煤 现在不止黄崇燕要抓 警方也要严办 因为这已经涉嫌恐吓公众罪 恐吓危害安全罪 刑事局也成立专案小组 要找出不实谣言的源头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网路流传的话语 真的是极尽耸动之能事 我们来看这个line的这个留言说 好恐怖的民进党政府 这个上街城抗 在总统府前放机枪 太激烈不排除开枪 戒严时期又来临了 还有绿委需要续呛 就是说这些绝食的年金改革 会砍得更凶 白色恐怖时代又来临了 这让总统府的发言人 黄崇燕非常的气愤 他说如果不是有人 传给他这个讯息 到今天为止 他一直天真的相信 这群人只是因为自立 而产生的不甘心 那现在发现 制造这样谣言的人 不仅仅只是为了既得的好处 他们更想撕裂 伤害这个国家 我想请教士卓哥 怎么看这个网路留言 恶意的谣言 是想制造恐慌跟动乱吗 到底适何居心 是的 这很明确的是在 制造恐慌跟动乱 其实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本来应该有很大 我们就有很大的言论自由 可是这件事情 已经超脱了言论自由的范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言论自由 都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假设我们在戏院里 喊失火了 其实没有失火 喊失火 造成恐慌 造成伤害 这不属于言论自由保障的范围 而这件事情 已经明确的踩到了这个红线 也就是说 他来恐吓公众 恐吓公众说 有这个可能 政府有开枪的可能性 而且 但这不是事实 这当然就是一种 不是言论自由保障的范畴 所以警方应该 要大力的来取缔 应该要赶快把他抓出来吧 我是不但要谴责这样的事情 而且警方一定要赶快抓出来 因为这已经造成台湾社会的不安了 而且造成台湾社会的裂解 他的目的在除了造成不安以外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造成对立 经过对立 希望制造冲突而制造混乱 这会造成台湾国家安全极大的影响 所以这是绝对不行的 因为在改革过程难免对部分人士有影响 这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是用这样的方法去激化彼此之间的立场 这我觉得这是绝对不能原谅 也不能接受的 不过你怎么看 这个网络的谣言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是反对年轻的人士呢 还是说可能是会是对岸的吗 目前的了解怎么样 这我不了解说 因为我这个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讲 但是我不了解这是从哪边出来的 但是不论是有心 台湾的任何一个有心人士 或者是对岸 我们当然都要谴责 尤其是如果这是对岸的 这种恶意的行为 我们全民应该团结起来 抵抗这种行为 不管是你支持年改或反对年改 都应该要团结起来 因为这个是对国家安全极大影响 你要知道这种激化对立 其实对整个年金改革 跟族群之间并没有任何实质帮助 反而对于 反对年改的人反而有很大的这种伤害 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心生恐惧 有很多人可能会不敢出发去抗议 这本来是一个言论自由范畴的事情 搞到大家心生恐惧的 这我想对反年改的群众也好 或是支持年改 或是是政府来讲 或是全民团结国家安全 都没有任何好处 来请教静安姐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恶意的网路留言 到底是何居心 恐怕会造成的这个所谓的 年金改革目前的情势看起来是非常的凶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势发展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台湾造成很大的撕裂 这个原因是 这个传言这样子出来 会让要上街抗议的人在这里面 可能会有更大的 没有他的正当性 因为是他们反对 那在这个反对的过程当中 制造跟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他会使得这个现在看起来不满的这些 年金改革的这些团体 在这个现在看起来的这个line的这个传言上 很多会直接联想是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所产生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是不是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问号 然后台湾社会一直也在传所谓 第五众队第五众队 这个也不是今天才谈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变得非常复杂 还有一个 最近我们看到去接受环球时报的这个访问 某个学者 这里面也谈到相关所谓内应不内应的问题 就他使得整个现在看起来 然后你去看中国大陆最近在谈 蔡英文总统上来 不要忘记20161月16才赢了 现在才整整一年那是投票才整整一年 那整个的情势看起来 他说台湾是一个愤怒岛 所以他会使得这个情势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就是除了台湾内部以外 还有一个看起来是两岸关系在这里面卷入的 它的复杂的一个关系 产生对于是不是让蔡英文政府在 现在看起来执政的这个路上 那看起来更充满荆棘 然后在两岸关系上 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 让他能够拉拢 让他往这边走 就他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状况 一个处理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对岸的影子吗 因为毕竟这个从过去这个所谓改革 一连串的冲突下来 到今天出现这样的一个line的这种谣言 那感觉上真的是非常可怕 我不能说是不是有对岸的影子 我只是说最近的社会气氛非常的诡异 那这个诡异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各种舆论 各种消息都在这个台湾的上空在飘荡 那在台湾的上空飘荡除了自己内部的矛盾以外 看起来对岸也很关切 那看起来台湾的某些学者或是前官员 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 有的没有的这样的谈话 都使得现在的这个氛围非常非常的诡异 那这个诡异的过程当中 都不利台湾社会现在要走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所产生的猜忌会更多 那我认为它会使得冲突 只有更冲突 只有更冲突 不是只有冲突 它会更冲突 所以我对于22号的这个 总统府的这个国事会议上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来 我其实打了很大的一个问号 那更多的这个疑虑 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让大家看到 那这个发展 其实对于台湾今年 我觉得2017年 埋下了更多的冲突跟纷乱 这个发展会不会变得更加的混乱呢 特别一连串的冲突之后 现在还有人在网路上要去散步 感觉上是要企图制造 台湾内部的动乱 来请教魏忠 怎么看这样的情势发展 那现在警方是要赶快 把这个散播谣言 赶快把它揪出来 那另外就说 在年金改革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大家太过充满了情绪 包括这民进党立委段一康 是不是呛说包围越多次 那年金是不是要砍得更凶 这种情绪性的发言 其实都无助于改革 的确有一些过激的这种言论 必须要都要自我克制 不管在哪一个阵营 那我也赞同说 这种恶职的谣言 我们的确警方应该要去 依法侦办 但是这其实会陷入到个两难 因为我们今天 散播这样的谣言的人 是用耸动的标语 说这个叫做白色恐怖的再现 要用机枪对付抗争的百姓 但是你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在言论的管制 特别是网路这种虚拟世界上面 用太过严苛的方式 形成一个寒蝉效应的话 那反而把他们宣传的这个 耸动的这个假的白色恐怖 变成真的白色恐怖 我认为也不应该脚枉过正 形成这样子的这个舆论 因为以这一次的这个例子来说 当然这内容是 是蛮无脑的 说好像总统府前面架机枪 对付百姓 这个任何平常人也知道 这个不是这样的年代 但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 像过去我们三不五十 常收到说下个月一号起 什么红灯右转要改罚两万块 或者是说酒价的标准 要降低改成零点一 这种有点似是而非 我们一时也很难判断说 到底真或假 那个散布的这种恶性 可能也不知道到底界定在哪边 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 这种言论 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归到 网路上面的一种自律 跟这个虚拟世界的一种规约 去把它截制 也不应该让过分的 这种警方的 或者是司法的 来阻止这些讯息的散布 但是超过那个红线 是应该要介入调查 所以我其实个人认为说 有些太过可恶 好比说挑起这种族群的对立的 或者是有歧视的 或仇恨性字眼 或者散布公众的 这种恐怖于公众者 这种当然是踩到法律间 绝对要严查 那么其他有一些 在模糊地带的 我认为还是 警方最好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是大于他实质的行动 要不我举例而言 这一次这样的事情 在这边流传这些讯息的 未必真的都是 反年金改革 或是蓝营的 或是二职的这些人 也有可能是 这个老爸爸老妈妈 他可能觉得说 儿子女儿在 也参与抗争 他看到这个讯息 他纯粹想关心儿子子女 这个转传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你说难道警察 把他抓起来 我觉得有时候这界限 的确挺两难的 这个应该是违政者 还有我们的司法人员 必须要思考的第一点 那第二个其实 我认为过去我们在 特别你在这次 2016年的这个总统选举 美国的总统选举 你看到 某方的阵营 也号称说在脸书上面 做假新闻 然后这个最后导致了 选举的胜利 我觉得其实这些 这个议题 其实是现代的这些 选举市场 还有政治人 必须要去思考的 因为这种讯息的泛滥 实在是太多 而且我们也看到像在一些社群网站上面 有什么靠南靠北的 靠北叉叉叉 那在上面就常常散播一些 感染力穿透力非常强的讯息 这个是你要用正面的澄清 怎么挡也挡不住 再讲一百遍也洗不掉的这种讯息 那我们过去也看到 造成很多人不堪其扰 或者真的左右了一些选举的结果 就是未来这些 我觉得不一定是完全靠着司法上去解决 因为可能会导致我刚刚所说的 变成寒蝉效应 除了这个以外 司法有一个界限跟形式上的意义 来嚇阻以外 还是靠我们大家自己的智慧以及自律 要阻止这种遏制跟不当的 不治的言论继续散播 对的确也就是说 网路上传出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总统府会机枪 用机枪来扫射人民 说实在一般民众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还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吗 只是说这样的网路留言 也的确是非常的恶意 特别是他用截图的方式 用这总统府发言人黄冲燕的话语 然后去导向是另外一件事情 感觉上的确非常的恶意 但是这样造成的一种社会恐慌 恐怕后座力会非常强大 来请教明鞋 怎么样看 这样的一个形式发展 那当然蓝银也有人批评 就是政府变黑道 用威胁来对付人民 但说实在的 一味的抗争跟这种情绪性的发言 对于整个年金改革会有帮助吗 我觉得民营党比较娇滴滴 好像受到网路谣言 一次就受不了了 其实马政府受网路谣言 过去八年最大就最大受害者 马政府网路谣言有多少 不要说一件 你也都你也不玩 多少件 说几件来听听 马政府其实就认了 这次你说真的是 就是因为网路谣言 黄冲燕自己讲 非以开枪而不能阻止 违安状况者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被人家移花揭幕 我就总统府做来澄清就好了 说人家移花 我就讲这话适格吗 我觉得总统府八年人 自己都不适格 如果是真的是 人家有网路谣言的话 你出来澄清你的政策就好了 你讲说这样被他逮到的话 人家就畜生 我就讲这种话不适格 不论是一个政党八年人 是一个总统府八年人 总统府八年人就你政策去澄清 蔡英文去年竞选的时候怎么讲 年金改革因与国家团结的过程 不是制造对立或分裂的一个根源 你现在年金改革方案这样子 版本还没公布 还没送到立马院 公教团体是在反弹 你现在劳保的方案还没公布 军工教老四大退股基金 都有面临破产的一个危险 劳保一样有破产的危险 你还没公布 现在军工教在抗争之外 劳工可能也会抗争 你如果是现在国家已经完全有撕裂 对立的情况底下 你政府怎么去做 年金改革 国事会当然是一个沟通的方式 你看可是今天原本我们 负责了政务委员林外医 本来又要立法医 他又说不去 这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吗 我觉得最重要 社会已经有撕裂的过程的时候 你政府怎么去做沟通 而不是把抗云的声音说 你这是例外 你叫做版本改革 你就对立了一边 你们就是畜生 用这种话不好 不过说实在 这个民进党院版本还没有出来 那到底这些军工教堂 他们到底是在抗争什么 他们到底是在反对什么 恐怕就是说 讨论的这个方向还很多 只是说现在国事会的过程当中 那都还在讨论 但问题是反对的人 似乎是一味的用抗争的方式 那也难怪 那共识无法达成 施卓哥怎么样看 这个明显的谈话 我一直在觉得 回到了民主的时代 民主的机制 有民主的原则 不管是不是在网络时代 或者说在发言的过程 我觉得这都是不对的 像这个网络这样子 真的是踩到了言论自由的 违反言论自由的红线 这应该无庸置疑 那当然我们要查的是 从源头查起 到底是谁在制造这个谣言 然后才让不知道的人 去帮忙散播的 他一定有一个源头 查是要查这个源头 不是说今天网络上 就要去查协助 很多人到处看到之后 传给别人看看 这样子绝对不是这样子 所以违反言论自由 绝对要 这等于是违反法律的 所以因为它造成一个恐吓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当然就是连改的 反连改的朋友们 反连改朋友们 我觉得要 林贤兄 你们都没有讲完 这到底违反哪一条 违反社福法 违反哪一条 就是恐吓公众罪 跟恐吓安全罪 这件事 恐吓的公众 所有不确定的人 叫人家不要去抗争 恐吓了谁 不是 你说声称说政府会开枪 可能在这个过程 都会受到恐吓 这本来就是恐吓 明显是觉得这样的网络员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 如果言乱有错误 战策出来解释 可是到底是恐吓了谁 原来你们国民党 是接受恐吓的 还是要有点反思观念 能被恐吓的一个政策吗 这到底是恐吓谁 到底已经很清楚 这是一个恐吓行为 绝对不能被法律所接受 好 这个网络留言 其实警方 真的是要尽快的来侦办 当然在年金改革会议本身 现在地点是一改再改 那么最后确定 是在总统府召开 时间也只剩下22号这一天 那年金改革 监督联盟是痛批政府 偷偷摸摸 而且22号 凯道还有弱势团体的韩试验 那么根本是故意要让他们为难 我们来看VCR 抗议年金改革 立法院外的绝食行动还在继续 他们原本已经规划好 21号要包围原定的 国事会议举行地点中研院 还分为军系团体 绞食劳工 紧销等好几路进行干扰 就怕场面失控 国事会议时间地点急转弯 改成22号全天在总统府召开 这下监督联盟计划泡汤 令人匪夷所思 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会议 那竟然可以这样像俄系班 直接随意的变更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离谱 目前来讲 包括中山南路 还有仁爱路 新一路以及凯道的部分路权 我们都已经申请到了 强调已经申请到路权 将从各地集结三万人前往总统府抗议 只是当天在府前 还有创世基金会举行的 韩式爱新尾牙 预计会有两万多人参加 将跟抗议活动强碰 一不小心就会酿成冲突 原则上我们会从大约下午两点左右 开始我们的活动 总统府是把这个弱势的族群 摆在总统府跟我们抗争民众的中间 所以真的是令人情何以堪 对于年金的部分 对于这些弱势族群的部分 我们有一些主张 把弱势团体拉到统一阵线 监督联盟提出各种因应方式 确保城抗活动不受影响 因为他们至今没收到邀请函 也不清楚有多少成员 能参加国事会议 不能在府内表达意见 也要在府外畅所欲言 好我们看到这个年金国事会议的地点 是一改再改 那么感觉上好像跟这些反年改人士 是叠对叠 来请教金人姐怎么看 这个地点改到总统府 那当天又有这个韩式宴的活动 那原本是说在这个世贸中心 可能会对那天 因为有学策嘛 有学校可能会造成影响 还有周边的商圈也会造成影响 那现在改到总统府 那天又有活动 感觉上这是一个强烈对比 因为毕竟在韩式宴的人 可是一毛年金都没有 那碰上这些反年改的人士 你怎么看这样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如果问我 我觉得不够周延 因为你刚刚讲 或是到底这个版本有没有出来 我们看到林万一下午不要去立法院 因为他本来只找民进党 在野党说那我们算什么 那你要沟通一个大家都沟通 搞到现在你知道都是陈建仁 陈建仁昨天上广播今天要出来 他已经讲了 他的版本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的那个18%要分六年 就是我们昨天谈的 他有个落日桥款 每两年一个 他是渐进式的一个处理 但是他也是因为 这20场开下来 大家发现不能一刀切 他自己也讲 蔡英文看到那一刀切恐怕也是问题 就是我们昨天讲 他可能有五万 他有一些其他用途 可能他爸妈要进疗养院 他可能要有其他用途 要交贷款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他也现在讲不能一刀切 所以要慢慢渐进式的 这是不是沟通结果 可能是沟通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整个的发展 它是在混乱当中 为什么今天是陈建仁出来 把这个状况 还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 他还说 那个地板可能是3万2到2万5 就是说有没有版本 我想是有 不会 不然陈建仁不会把这些讲出来 那这个过程当中 那你 我还是讲 李万一从一开始就负责年金 他不是今天做政务委员才负责年金 因为他过去也当过台北县的副县长 那他过去也是设服的这个大佬 民党的大佬 所以早就有一套他自己的想法 那这个过程当中在新境界也好 或是他的智库也好 都已经有 这是一个影子内阁 那这个过程当中拖这么久 那为什么当初没想到 那我还是回来讲 学策这件事情 不是今天才知道 学策是早早就知道 21号早早就知道 因为他关心12.8万 12.8万的考生 那为什么当初想的时候没想到 会逼到最近的时候 才发现台北国际会计刑中心不行 他离松山高中很近 然后总统府也不行 北英女就在旁边 所以两天要变一天 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一个准备好的一个政府 一个幕僚团队怎么会做事情 做得这样里里拉拉 我也不清楚 那我也要说 年金改革这件事情是一个承担 我也对李莱希说 这是一个执政政府的承担 不管是过去的马英九政府也好 或是现在看起来的蔡英文政府 她必须要有的承担 那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我看到的是 蔡英文的决心 她应该在今年年中以前 就会把这个案子要推动完成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做How to do 今天看到就做得很差 这个过程就是今天大家造成矛盾 或今天大家造成冲突 还有为什么改来改去 就没有互信不诚恳 那没有互信不诚恳 再加上今天刚刚你刚刚谈到那一块 那什么又要用机关枪怎样怎样 那使得这个问题越来越拧 越来越拧 那只有拼命 不要说我现在在这里面是违言耸听 因为他把这个事情越搅越搅越搅 拧到今天这个状况就只有这样 对 因为现在看起来 如果说连地点都搞不定的情况之下 那显然小英政府还没有准备 那现在就是会议两天改为一天 我们来看这个议程大概的安排 是在1月22号礼拜天 地点在总统府参与包括 专家学者军工教劳农与团体 青年政党年改委员大约是250人 议题包括军工教劳所得替代率 60%到70% 军工教劳18%取消 劳保的薪资采集的期间 费率调高 秦岭的年龄 还有制度转换等等的改革议题 那么后续会依年改会议的结论 提出修法草案 那么立法院审议之后 预计在520要完成修法 明年来实施 来请教魏忠 这个时程可以看出 当然小英政府必须有 他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期限 必须把它完成 但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光从地点一改再改 就感觉上好像 这个小英政府其实准备不足 自信也不足 再来议程的本身 那林万一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版本 到现在还不宜太早推出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的确有任何的瑕疵 都应该受到公平 也应该要改进 那我个人从比较大的角度看 我会认为是瑕不掩瑜 今天如果说 像过去马英九时代 推动的这些年金改革方案 缺少了充分的沟通 当然也不会有这么多 抗争的机会 但是出来的这个造成的问题 特别他一个影响可能是十年二十年 或者更长远的 他的所制造的副作用也许更多 所以我认为今天蔡总统跟林权内阁 之所以用陈副总统这样的高度 开了这么多次的这样的改革会议 不惜有这样的冲突的机会 也要充分的这种沟通 我觉得这个本身 他的正面的意义应该要受到肯定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现在说似乎有一个这样的时程表 希望在520前面能够排定 在这个立法院里面做修法 我觉得在过去从蔡总统上任之后 到现在也差不多快要有 到520也会有一年的时间 其实这样的一段的时间的这个讨论 我觉得应该是各方面各领域的意见 跟声音都充分的被听到了 所以我也认为这个议题 如果继续再延烧下去的话 他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 那反而只是让社会的这种猜忌 跟撕裂可能会更加的扩大 所以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收尾 我觉得是有必要 那只是说最后这个阶段 我们是不是只是行李如意的走完 把时间拖过 还是说真的能够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跟沟通 我觉得在这里面可能有几点 包括我们刚刚像看到 全教总的理事长出来 包括我们在过去看到很多代表 这个可能是军工教各个领域 或者是其他 还有受到冲击的这些声音 我觉得过去我们其实有一个思考的方向 不一定是从领域别行业别而是从他的这个 从分配的角度 从他们同样是军职的 他也有收入低收入高 也有以前是降职 也有是校级的退休的 或者是他是事官退休的 这些他们的收入跟所的替代率 应该不应该放在同一个天平去思考 如果说我们林权内阁 包括这个年金改革的这个委员会 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 用另外这样子的角度纵的去思考 我觉得整个社会上面的冲击会小一些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患不均 而不是患寡 如果说今天因为长远以来 我们的这个年金的这个database 我们的base没有办法支撑 让每个人都领到原本所承诺这样的数字 要有一定程度的修正 理性上每个人当然都可以了解 可是为什么是他改的比较多 他改比较少我改比较多 为什么最后他领的多我领的少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我反而觉得应该朝这边 而不应该一刀切的把一些军工教 就属于是好像是非我族类 或者是所有劳工阶级都一视同仁 我觉得中间的这些问题 可能是剩下这几个月 政府应该更加加上沟通 也才能够降低这些社会的重量 其实副总统陈建言说的很好 就是如果是渐进式的改革 说在大多数的这些军工教 应该是都能够接受 就怕那种一刀切的方式 恐怕会造成社会很大的冲击 但是问题是说 如果说在版本还没有出来之前 副总统陈建言能够讲出 这样的一个大原则跟方向 可以按社会民心 但一直感觉上是没有人出来讲 明显如果说陈建言是这样讲 是不是可以让抗争力道减缓许多 但是国民党说 现在还要用最大强度来抗争 这个最大强度 到底是想冲突到什么样的程度 不论是说渐进式的还是怎么样 就是为什么 版本没有出来 所以就有猜忌 大家说到底是要怎么剪 如果是你两年剪一次还是怎么样 军工教劳到底怎么剪 18%到底是怎么剪 地板刚刚竟然剪说 2万5还是3万2 其实也没定案 这还没定案 就还没有定案 所以一个不确定感 到底怎么剪 是一刀切吗 刚刚讲是不是真的一刀切 还是要渐进式 所以没有一个版本造成大家不安定感 蔡英文之前也讲过 很好 我觉得他讲的很好 就说这个社会不乏具体主张 因为过去民党在苏仁康 担任党主席的时候提过 社会团结式年轻改革方案 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也提出一个年轻改革版本 不缺版本都有 可是蔡英文讲说 缺乏形成共识的方式 可是你现在包括年轻改革会议 这么多场改成一场 然后几个分区座谈 这是一个沟通或形成共识的 好的方式吗 没有嘛 你本来讲中研会 中研院现在改到专门 变一场 不好嘛 今天本来讲说 政务委员 你万一要去立法院 没了 这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吗 我觉得一个民党居然 号称自己号称而已 最会沟通的政府 这为什么是一个沟通形式 我觉得沟通不良 造成军工教劳 更多的困惑 那最后我就立法院扛起责任 版本不管怎么样 会送到立法院去 立法院是一个沟通平台 那我觉得民党 包括总统府不要讲说 五二里一定要通过 我当然知道 你民党想拿 这个来当就职满周年的政绩 可是你到底是要 踩着这些人 成为一个巨人的肩膀 还是留着人家 留着眼泪 你踩上去 变成你的政绩 沟通做好 把政统讲到最少 才是一个不责任政府的做法 而不是强行要求说 一年当成政绩 我觉得这不是不责任的 一个政府的做的方式 来 事物哥怎么看 现在因为版本还没出卖 那也如明天所说 可能社会上有很多的 这个猜疑跟不安 那副总统所说的 这个方向跟目标 或是方式 其实应该把它定下来 这样子能安民心 我也很希望说 国民党的朋友们 能够就照明显 刚才所说的 就是沟通 但是大家不要用 那种抗争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一个理性沟通 尤其副总统已经讲到 一个渐进式的进行 所以我认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可以很理性的社会 只是我觉得受到很多的谣言的影响 所以造成的部分的互信的不足 刚才提到的这个地点的改变 或是其实也不是两场变一场 是两天变成一天把它浓缩 也不是说一定说 但是委员每位都可以发言 这个因为大家的每位委员 都可以在里面充分发言 但是那是立场的表达的问题 也不是力道够不够 因为每个人的立场 其实用简单的话语 我觉得都很清楚 大家都听得懂 尤其是现在已经有 浓缩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浓缩的过程 或许因为造成 整个过程造成大家 有很多的紧张 可是也不要每次都 怪到民进场阵容 其实有时候那个 抗争的那种强度 过于让社会不安 其实也要必须 反而失焦了 对 反而失焦 因为明明事事的座谈会 大家就是进去好好发言 弄到一定要这样子 好像在外面当中 大家草木皆兵 这种感觉 抗争也是沟通的方式 抗争也是沟通的方式 你可以到里面 可是我们有让大家 进去里面讲话 又不是说我今天 完全没有让你讲话 所以你用抗争的 对不对 像很多时候 福茂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机会 多讲的时候 当然用抗争的方式 所以我认为说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不需要在座谈会的过程 来抗争 也不需要在年改 国事会议的时候 用抗争方式 让台湾动大 来 为中文 接下来 这过程当中 国民党其实是没有参加 国事会议的 这也被大家认为说 那你是不是在这里面 当然也不愿意背书 然后在这里面 某种程度上 看起来就是支持反对 就是反对反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两位在这边谈 大家也不要忘记 李莱希当时斗关中 也是斗得非常激烈 不要说对民党这样 他当时对国民党 大家回去回想这样 也是每场开这个座谈会 分区座谈会 也是斗得很凶 那个斗镜不是比现在看起来 跟民党其实没有差太远 所以那时候关中那个版本 后来也是鼻子摸摸 某种程度上也被收回去 刚刚明显讲得很清楚 这里面有苏贞昌的版本 有关中的版本 林万一的版本 是不是两边拼一拼 其实还有他们自己内部的版本 那在这里面 刚刚你跟大家看到了 其实现在就是 在这里面喊价了 六成到七成 原先期待叫七成 现在看起来叫六成 那中间可不可以再往中间喊一下 是六成五还是六成八 所以还在讨论 在喊价 当然是 那我抗争我才有筹码 那这里面就形成今天整个社会 看起来就是这个状况 年金改革 最后还是会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大家在这个 比拳头当中 谁要妥协谁要让步 好 年金这个国事会议呢 那么礼拜天的这场 大家拭目以待 先休息一会 稍后来关心 国民党党主席之争 那周刊报道 洪秀柱要打一场 庶民跟全会的战争 国民党还要挑起 阶级对立吗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国民党党主席之争 各参选的行程相当多 副主席郝龙斌 昨天是到彰化 那么他感谢 本土派前立委陈杰 表态力挺 他仍旧呼吁 要降低连署的门槛 那包括韩国瑜 还有吴敦义 都是有志一同 只有党属席洪秀柱 是还没有表态 我们来看VCR 好龙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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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副主席好龙斌 特地南下彰化 感谢前立法委员 陈杰力挺 因为彰化市区内 已经挂上了这一个 看板写下改变台湾 恳请支持好龙斌 竞选国民党主席 一旁不避讳 放上自己照片 有别过去党内 本土派和外省籍 相互公结情结 几个要参选的 那个党主席候选人来讲 他还算是比较年轻的 比较年轻的 那所以说 我这一次 义不容辞来支持他 最主要是一个 理念的问题 联署门槛 是一个不必要的门槛 让很多有意参选的人 因为这个门槛 没办法来参选 这不是好现象 好龙斌地方走得情 不过 面对党内多人表态竞选 就怕联署这一关过不了 人不忘再呼吁降低门槛 国民党主席参选人 韩国瑜 上广播节目时 有志一同 有这么严格的保证金的规定 有没有需要再用联署 这是大有问题 我们希望中央党部 能够从善如流 联署如果过了 我是很有把握 是 乌龟爬门槛 就看这一番了 翻过去 就不得了了 自比乌龟爬门槛 韩国瑜乐观看待联署 但党内各参选人 频频出招打出金国牌 抢食黄复兴选票 韩国瑜当仁不让 我是唯一黄复兴 嗯 所有候选人都是假的黄复兴 小弟是真的黄复兴 而且爸爸也荣民 哥哥也荣民 本人也荣民 还有我岳父也荣民 这几年都跟农民朋友在一起 我也有可能吸收到 吴敦毅副总统的票 怎么可能只有吸到黄复兴的票 没闲着积极上广播电视节目 发表言论 同样与郝龙斌韩国瑜 都支持废除联署门槛 党主席洪秀柱到现在 却始终不表态 好无寒三人 明显于党中央区隔 好我们看到 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呢 现在可以说各候选人都开跑了 各个行程都满满 但是呢 如果是要选举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现在再来去提降低联署门槛 那还能够去改变 这个游戏规则吗 当然周刊还有报道 这洪秀柱呢 打算要打一场这个 庶民跟权贵之争 而且还要争取过半的支持 来请教明显 这个洪主席是想要 颠覆过去的这个形象吗 那再来就说 如果都要选举了 能够改变党内的游戏规则吗 洪主席是接受周刊专访吗 还是 他当然报道是这种报道 可是我觉得目前 不出台面了 当然洪主席宣布要连任 那几个包括吴敦毅 詹起贤 然后还有韩国瑜 还有那个好部主席 这一些相关的都不出台面 可是我觉得说 他们怎么竞选要有政见吗 至少比如说 我们选公职要有竞选公报 那参选党主席之后 要领表 领表之后要连署 我觉得他们把说 如何带领国民党 遇火重生 如何重新执政 那一个理想跟想法 他们还没有正式公布吗 所以我包括像韩国瑜讲说 他是正宗的防御心 我觉得那是一个个人赫子而已 到底说他们如何带领国民党 那真正的想法还没铺承出来 不过因为现在传出来都是几乎谁要争取 黄复兴 大家都要争取黄复兴 你说的所谓政见完全没看到 对 所以我认为说他们之后 接下来因为到520才投票 那三月底才领表 领表之后在联署在登记 希望到三四月的时候 可以把他们的想法 比如说如何带领国民党 比如说他们的想法 比如说一例休造成物价飙涨之后 在野党如何提出对策 那年金改革他们如何提出对策 所以国民党目标是如何跟人民连结 跟基层人民连结 那未来跟立法院如何合作 推出一些民生相关的法案 这些如何带领国民党 包括2018的布局 这些相关的提出想法之后 才能跟基层互动 像我跑基层的时候 人家问我说 阿昇 你当初谁会当算 我就跟他讲 票多的那个人一定会当选 没有 这是最基本的 那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基层选民的想法是这样 谁能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他们就会支持那个党主席 他们的想法是很简单到 最简单到很容易猜 就是说你要让国民党 可以有重新执政的一个想法 跟一个气途心 所以他们说 因为党主席不是来享受的 他也不是全力享受 任何人接了党主席之后 拜托都要不债 520就任之后 他还是要去借钱 因为国民党如何改革 因为我们一定要裁员受身 未来我们的金费 重新要去募款 所以党主席是一个承担 那如果带领国民党 遇火重生 如果重新执政 这是很重要的 那周刊报导说 这个庶民跟权位之争 是的确有这样的 这个选举的打法吗 我觉得主席是 要塑造这样的形象 那个洪主席 他的连任的 到底他的概念 或他的想法 他还没正式 我相信他在一定时间内 一定会对待说明 可是国民党 过去给他讲说 百年老殿嘛 那确实有宫廷政治嘛 可是国民党 他这次未来都要重新打破 国民党就跟庶民站在一起嘛 像我三餐常常 都在设备人们解决嘛 就是这样子啊 真的啊 有时候露营完了之后 出去就去 所以你是庶民的这一边就对了 我觉得国民党 未来都要走向庶民嘛 不要让人家讲说 国民党就是宫廷大院 国民党唯有把围墙拆掉 跟人民接触 国民党才有重新执政的机会 来来 金燃姐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议题很有意思 如果把庶民跟权贵放在一起来 在国民党里面 他就会是一个议题 然后你再一看 这个韩国瑜讲说 请问这些人 有没有进7-11 刚刚李明贤说 他常常进7-11 我想我们也常常进7-11 但是问到了洪秀柱 他有没有随护 有没有帮他提笔包 有没有秘书 那问到了我们看到的 这个吴副总统 吴前副总统 那应该也有 那再问到郝龙斌 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旁边应该都有个秘书 或是随护 或是有相关的 帮你处理很多事情 你大概都不是 像我们一样生活 我们一定是进出7-11 因为如果不进出7-11 很多事情没办法办 或是没办法生活 包括现在可能邮寄 缴费 什么什么都是自己做 所以这个议题出来 会去谈到7-11 然后刚刚李明贤自己讲说 我三餐都在7-11 就会让大家觉得真的 真的这次会是一个问题 然后他直接填上庶民跟权贵 请问这个议题是不是在 我们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上次是不是也是这个 这个样子的划分 感觉上国民党内都是权贵 现在他还要再去区分 这个阶级斗争吗 现在看起来 他的议题到现在 党产现在看起来千金散尽 他还会是一个议题 我刚刚讲了 大家就去想想看 刚刚李明贤说是公职 那我们也去看很多的这个民党好了 因为他置业草根出生 旁边他通常不太习惯 带秘书或带随护 你去看 我们常常在外面跑 大概可以看出那个形象的本身 是不太一样的 蔡总统现在不会进7-11 当然我知道 我要说的是 这个议题在民党恐怕不太能够 会成为议题 但是在国民党他就会成为议题 然后又变成自己内部自己再去划分 说我跟他不一样 现在红秀书想的是说 我跟吴敦毅不太一样 我跟郝龙兵不太一样 所以他才说我是庶民 因为他立委出身 那相对他们两个的出身 可能又不太一样 所以他在这里面 不断的在可能去划分出 一个阶级一个阶级 那跟我们当然又是不同的阶级 韩国瑜看起来 又跟他不太一样的阶级 所以他说韩国瑜就会问说 那红秀书你有没有进7-11 所以他在这里面 一直不断的让大家堆结 国民党似乎还没有走入繁街 没有跟民众在一起 那党主席这次选举 刚刚李明显也讲得很好 民众想的就是 你如何插量这块精致招牌 让大家觉得 现在民党好像不太可靠 我们可以依靠到国民党 可是没有嘛 这大半年来 这一年来 大家看到日子不好过 可是国民党的提升 或是信赖度也没有提升 所以这就是问题 大家就很愁苦 民党好像不可靠 那国民党不敢靠 所以今天的状况 就是大家在这里面 努力努力靠自己 明显说未来各候选人 可能要提出一些政见 谁能够带领国民党 邓文医师我们看到 这些候选人都是 要追寻过去 要打金国牌 对不对 大家都去夜领 感觉上要把这个选民 也包括党内等等 通通要往回带 那问题是 台湾的未来又在哪里 威中怎么看 那所谓的庶民跟权贵 那国民党内到底现在是 他要把武敦宇 形塑为权贵吗 现在国民党因为 这个不当堂产处理条例 所以一座金山 现在被冻结起来 甚至被一部分要被挖走 还给国家 但是剩下棉被拿起来 打一打还是掉很多饼干 我觉得现在这五位 五位的 你未来就会很有 很有这个飞黄腾打了 我觉得这个 现在要征大位的 这几个主席 其实各怀鬼胎 当然我们说 也希望他们能够 拿出新的气象 不过我就讲两点 各位观众朋友 自己想想看 如果刚刚大家在讲说 包括一粒一休 现在对于蔡政府 对林全内阁诸多批评 认为说现在涨价也好 或是资方痛苦 劳工被 这个没工作可以做 没有加班费可以领 这些通通都叫做 民进党政府的错 那么国民党政府 当初提两例作为对岸 这是不是更可恶呢 在整个议题上面 他们并没有带领 另外一个更可行的方向 反而是见缝插针 以及喊假议题 对他们长期站在一起的 这些财团资方 做一种 这个表面上的一个默契 反正我们只有35席 随便喊喊 我们就跟民进党政府唱反调 这叫做骗老百姓 所以在这里面 带领的洪主席也好 或者现在要出来 参选的这些人 我觉得没有一个 是真的为了功利 所以更遑论说 未来提政见之后 有什么样的好的作为 我们再看说 年金改革刚上个议题 说是不是缺乏沟通 抗争不好 我不认为抗争有什么不好 但暴力不对 混淆视听跟散播谣言是可恶 国民党之前 有没有被抓包说 你煽动了一些人 进去闹场 砸椅子 进去黑衣人 这件事全部都跟你扯上边 如果说一个政党 他现在做都是这些小动作的话 民众不可能信任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五个党主席 先都不用讲所有的大饼 光是把这些小问题解决干净 让人民重新对你的选举有个期待 你才能够谈 怎么回到台湾的政坛上 是好 那国民党党主席之争 那么洪秀柱 是不是能够行诉自己成为庶民的形象呢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国民党党主席之争 来请教施卓哥 这个洪秀柱能够行诉自己成为庶民的代表吗 因为过去大家都觉得 这国民党一向是权贵代表 现在党内还能够去细分吗 我想我们乐见 这个国民党也乐见 洪秀柱主席向民进党靠拢 就是说他过去 我们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人民都认定我们民进党是庶民 然后国民党是权贵 这个口号我记得都是民进党在喊 不过现在反过来了 当然国民党过去 很多的党产 这个就很明显 所以要走回政党政治的对的路 这是一个方向 其实我不能说 洪主席说的是错的 本来就要走回庶民的政治 这是所有的政党 都应该这样子的体认 但是洪主席能不能塑造 他成为一个庶民呢 我认为有一个关键点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不能嘴巴讲一道 结果做的不一样 对这个才是关键 那我们来看看 一个反对党最重要 成为一个庶民 他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最关键点是什么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要成为 忠诚的反对党 他要为人民做事 不是为自己的政党 只是为了打击执政党 为了让自己的 让在野党自己加分 所以怎么样做一个忠诚的 最重要是不要外销转内销 不要说每次党主席之争的时候 结果扩大对政府的抗争 比如说我们几个党主席候选 大家共同各自去找一个方法 要来抗争民进党 各自在比输 比你看谁比较能够对抗民进党 比较能够去压抑执政党 这个就是错误的方向 刚才威中仪讲到几个案例 像一例一休 本来是民党主张 他就国民党就要硬提一个恶例 结果现在大家在讨论 一例一休的有缺点的时候 国民党恶例不说话 还有年金改革的时候 也要注意 我们不反对你们在议场里面 大声的说话 大力的说话 其实小英甚至说 还可以跟他拍桌 他也都不担心这一点 可是不要在议场外面 用暴力的方式 用这种非理性的方式来抗争 让社会感受到恐惧跟动荡 当然还有过去这段时间 提了4000个预算案的删除 这明明表决不完的 有意见 我们可以把一些预算 把它浓缩 大家针对预算 我们做一个理性的讨论 不要无谓的杯葛 来请教民贤 虽然说国民党党主席 真是你们家务事 但其实外界也都很关心 国民党的发展 包括你们这些党主席 如果能够提出一些政见 特别是说 因为感觉现在各候选人 都说要争取黄复兴 但好像没有人说 都要去争取本土或年轻选票 感觉上你们整个党 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走 那问题是 真正要接地气的 好像没有人去在乎 其实你们一直都认为说 黄宏鑫 我们所有现在的有效党员 如果最后 因为到320 那个脚党会截止之后 依照去年有4月补选 大概32万有效党员 黄宏鑫大概3分之1 10万左右 你们都认为说 黄宏鑫这里多少钱 其实我告诉你 这些人奉献台湾一辈子 比你们都爱台湾 你们老是把黄宏鑫说 这些就是心向大陆 如果是这样用 区隔分化的话 不然民党最好 把黄宏鑫这些人 全部都撤销党籍 把他们赶回大陆 这是你们自己的党员 只是说 因为现在看起来 都只是争取黄宏鑫 这些人比在座 所有人更爱台湾 他们奉献台湾 比你们都还要多 所以要这样区隔 所以国民党 不认黄宏鑫 不认所有一张选票 都要争取 争取黄宏鑫也是应该的 所以只要选出来 不认国民党 所有人都支持的 那他就是国民党 未来的党主席 那刚刚我觉得 世卓兄讲得很好 他说国民党就是权贵 民党就是庶民 现在刚好点倒过来 你看你们伯母的20桌 还抽iPhone7 抽了10支 假的吗 假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碰到 对嘛 所以你看 我现在三个要贵的 也没贵